大家好,我是Tracy,是IT的商品总监,快就来到这个秋冬压务的季度,然后现在就让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最喜欢的秋冬的品牌。 好,下一个品牌我要介绍的就是我自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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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的一个品牌,叫做MSGM,就是我今天穿着这个卫衣也是来自MSGM的。 金格基督它的那个设计师的敏感就是来自50年代的那个Rocker Film,就是一个音乐的一个元素。 然后另外还有70年代的那个版型也会用在里面,好像是比较A-Line,就是A字型的那个中曲。 金格基督有两个非常重要,就是人造绵容,就是这一个,可以在那个外套上面看见。 还有另外的就是在商艺方面也有这个细节。 另外的那个主意的就是那个人造的皮革,好像是延伸裙,还有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A字型的那个。 然后在图案方面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图案,就是可以看见这个Paisley Print,就是那个腰果的那个图案。 另外我要介绍的一个皮革就是来自英国的一个比较年轻的设计师,叫做Simon Rocha。 每个季度她都很喜欢用一些我们叫Tweak的布料,好像是这两个。 那我们可以看看这条衍生裙是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一个item。 然后容祖儿也在那个可能初戏那个event的时候也有穿过这个裙子。 然后Simon很喜欢用很多珍珠的细节。 其实她每一个可能每一条裙子或者是虾身或是上身也会出现那个珍珠的那个细节。 然后鞋子上面也会配用了那个珍珠。 然后那个面料也是跟那个服装的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Simon其实她喜欢用不同的面料。 所以其实在那个厚的布料方面也会跟那个很特别的设计。 就是跟那个比较透湿的一个面料去做那个搭配。 然后在搭配方面其实蛮容易觉得。 因为她很多很多的那个item都是年轻裙。 所以她们先这个人身裙其实下面可以搭配一个比较可能平底的那个鞋子。 或者是外面套一个大衣。 简单的大衣。 就已经很OK了。